第一盞 开工胜利 去年5月19号 前后任行政院长苏贞昌 以及陈建仁 共同主持 平农科学园区动组典礼 当时就规划 引进智慧农医 绿色材料 太空科技 以及其他新兴科技等 四大产业 而目前这片面积 超过70公顷的土地 正由挖土机 积极开挖整地 未来有望和台南高雄 共创南台湾科技郎带 如今就传出 台积电有意到屏东 盖先进封装厂 在地居民都认为 只要台积电进驻 势必带动周边发展 绝对是好事一件 但已经在桃园 新竹 苗栗 台中 嘉宜 台南等地 布局先进封装厂的台积电 并没有证实这项消息 整个县补团队就盘整了几块 适合我们这些先进产业 进来设厂的土地 那另外呢 屏东的水资源 非常丰沛 没有缺水的问题 那屏东用电 当然也没有问题 所以我们非常欢迎 我们的高科技产业 来到屏东 台积电是否会在屏东 布局第七座 先进封装厂 还没有答案 不过屏东县政府强调 土地 水 电 全部准备好了 加上屏东县内的大学 也可以配合产业培育人才 相信台积电 如果投资屏东 绝对正是时候 迷此新闻 红明山 屏东报导